看看新闻网 好 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东方卫视的记者袁文艺 昨天晚上他就在发布会的现场 袁文艺你好 你好阿丁 那么这个昨晚在马来西亚的家属们情况怎么样 他们对于发布会上的内容是怎么看的 昨天晚上这个发布会一结束 我们就驱车赶往位于这个吉隆坡郊区安置家属的这个酒店 路上可能用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到的时候刚好看见从这个宾馆有救护车开出来 我相信有些家属因为听到这个比较悲痛的消息以后 是情绪和体力都不治了 经受了那么多天的煎熬以后 可能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酒店的保安还有马来西亚的警方是告知我们记者 我们是不被允许进入酒店的 那么所以我们在门口进行了一个守候 在这个时间里呢 我们看到陆陆续续有医生急救人员和心理辅导的志愿者在这个酒店里进进出出 那么在凌晨0点40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是从这个酒店里面出来 我们看到他们的神情呢 是比较凝重比较沉重的 然后他们直接上了车一言不发 那么在此之前呢 他们和这个中方的乘客家属进行了一个沟通 听取了他们的要求和意见 那么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 是这个试连乘客的家属表示不能接受马来西亚给出的这一份声明 而且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家属提出 马上要获得澳大利亚的签证 前往澳大利亚想离亲人更加近一点 阿丁 好 那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昨天晚上发布会的还有哪些细节吗 好的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在那个昨天下午5点30分的那场发布会之后 其实就有一个心理预计 估计晚上可能会有一场发布会 因为在这个5点30分的这场发布会上 发言人西山穆丁是说 在澳大利亚确认已经找到了两个漂服物 这个漂服物可能会在晚间被捞上了 而且确定它是什么 所以当时我们都估计会有这么一次发布会 那么到9点的时候我们被通知10点钟开发布会 当时我们以为是这个东西已经被确认是什么了 就在我们开发布会的前10分钟 我们收到一个消息说家属方面已经收到了马航的声明 马航的声明上面是说这个飞机已经确定坠毁 而且无人生还 当时候我们也特别想知道 就是说发布会开了以后 这个总理纳吉部会不会证实这个消息 但是令我们这个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10点钟的发布会召开以后呢 这个纳吉部一个是说了这个根据的这个理由 不是那个漂服物到底是什么 而是一根据英国的这个数据分析来支持说 这个飞机已经在南印度洋上面坠毁了 但是纳吉部没有说这个无人生还这么一个表述 但是听到这个无人就是那个飞机已经坠毁在南印度洋的时候呢 现场的记者虽然大家都已经有心理预期 但是一下子还是非常的震惊 很多记者都当时就表出表现出来了一种非常悲痛和这个不能接受的这么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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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 另外呢我们这个昨天发现啊这个纳吉部在发布会上使用了两个单词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终结于迷失这两个词来描述 而不是我们通常惯用的坠毁 那您和在场的媒体朋友呢对于他们的这个看法和提法是怎么了解和看的 确实呢我们昨天在这份声明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纳吉部用的词是安印和lost 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crush 那么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我几天前就曾经采访过马航的一位飞了30年这个经历的一个机长 他也飞了10年的波音777当时他的这个判断和这一次这个公布出来的结果还是比较吻合的 他估计这个飞机是飞往印度洋中部 然后在这个燃油用尽了以后这个掉到了南印度洋当中 然后随着这个洋流现在飘到了现在这个位于澳大利亚附近的主搜索区域 但是他当时也是我问他的这个飞机有没有可能是坠毁了也就是crush了 他是说这个可能是坠毁了也有可能因为这个飞机是可以进行一个水上迫降的 那么我们再来反过来想一想纳吉部的这一份声明 他是根据英国的公司提供的数据给的 那么这个数据只能证明这个飞机是在南印度洋这个地方它消失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没有可以着陆的这个岛或者点 所以说他用了and in这个词他不能确定这个现在这个所能够提供的数据 不能够支持说这个飞机到底是在空中解体了 是冲向水面了是有没有这个水上迫降或者说迫降成功了或者没有成功 他都不能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持 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and in或者lost这个词 好的非常感谢袁文艺 那么根据袁文艺提供的信息现在目前只知道这个在那里 那么他现在到底怎么一种情况 刚刚袁文艺也向我们介绍了 那么现在数据来告诉我们 但目前现场没有看到具体的情况